她出身歌女,二婚,无子,却被专宠49年 她是史上最励志皇后,能把一手烂牌打出王炸效果 她是女性个人奋斗的天花板,教你如何从灰姑娘逆袭成大女主 本期视频让我们一口气看完刘娥开挂的一生 公元969年,刘娥出生于成都华阳,今成都双流的一个普通平民之家 但出生后没过多久,爹妈就相继去世了 还在强褒之中的刘娥就成了孤儿 从小寄养在母亲的娘家,在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一般男孩孤儿都会由父亲族内照顾 但是女孩成了孤儿之后,一般都是由姥姥家照顾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是寄养在姥姥家里 小时候的刘娥可以说是受尽了人间的苦难 虽然刘娥在舅舅家中也读书识字,但日子却过得非常艰辛 因为生计所迫,刘娥很小就学会了打波浪鼓 成为了一个卖艺女子 公元982年前后,刘娥到了13-14岁 庞家就迫不及待地把她嫁给了银匠宫美作妾 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宫美要去首都开封求发展,刘娥自然是要跟着的 原本以为日子会一天天好过起来 但现实却是,在京城这种权贵多如狗,精英遍地走的地方 公银匠很快就发现她那可怜兮兮的银匠手艺压根就吃不开 两人只能靠着刘娥微薄的卖艺收入为生 公元983年,也就是他们开漂的第二年 面对自己家里快揭不开的窘境 没想到公美这个极品渣男 竟把主意打到了自己年轻貌美的娇妻刘娥身上 心想,既然我养不起我自己和老婆 那就把老婆卖了吧 于是,刘娥就这样脸哄带骗地被卖给了一个叫张琪的人 而张琪当时的身份就是宋太宗赵光毅的第三子 赵衡府上的指挥使 刘娥的命运也从这里发生了转变 相望赵衡作为一个正血气方刚的少年 只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川妹子 也不在乎他有前夫出身卑微被卖这件事 终日沉浸在温柔乡不思进取 这几个月大概也是刘娥到目前为止最开心的时光 但好景不长 刘娥的人生再次遭遇了重大危机 湘王的奶妈看不惯这个出身卑微的地下情人 直接将事情捅到宋太宗那边去了 老爸听说后雷霆大怒 当即下令棒打鸳鸯 但咱们湘王哪舍得这个小美人 于是一边向皇帝老子保证与刘娥划清界限 一边将刘娥偷藏在张琪家中 方便自己与她偷偷优惠 没想到这一藏就是整整15年 当然这段时间偷偷的小约会小浪漫一下还是有的 而刘娥呢也不是一个只知道谈恋爱的小女生 在被雪藏的15年间没有浪费这时光 博览群书增长健文 成为一个很有见识的女强人 就等一个能够发挥才干的时机了 知识改变命运一点都不假 刘娥又做了最好的佐证和助解 直到公元997年 宋太宗去世 宋真宗赵衡继位 此时 已经年近30的刘娥终于熬出了头 经过师叔洗礼后的她 没有因为年纪而失去赵衡的宠爱 相比以前 刘娥身上多出的那份魅力 反而让赵衡对她越发喜爱 一时圣宠无双 风光无限 在这次进宫后的七年中 刘娥一路稳步晋升 公元1007年 郭皇后去世 赵衡想要立刘娥为后 但是遭到众大臣的激烈反对 赵衡一计之下 干脆不立皇后 想着这后卫 一定要留给自己的宝贝刘娥 不得不说 这皇帝也太恋爱恼了吧 至此 刘娥的人生也算是非常圆满了 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能给皇帝生下个一男半女 直到公元1010年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刘娥把一个侍女给真宗生的儿子 收为己有并借此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这件事情到后来也演变成了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而刘娥就是这里面的恶毒后妈 刘娥表示真冤啊 后来赵衡痴迷道教 无心处理日常朝政事务 于是她就把这些杂伙 全都交给刘娥来处理了 自己专心从事修仙事业 当然刘皇后也是非常乐在其中的 在这儿不得不说一下 刘娥在得势后还不忘钱夫贩卖之恩 她把宫美招到身边 认她为兄 并受其要职 渣男宫美摇身一变成为了当朝皇后的兄长 这一命也算是好的没话说了 1022年 前兴元年 真宗驾崩 13岁的赵真即位 吉仁宗 刘娥也升级为太后 此后 由她垂帘听政 也就是以董事长的身份执掌朝政 长达11年之久 在她执政的这十几年里 可谓是政绩斐然 不但除掉了大奸臣丁位 还启用了一大批有才能的贤臣 如王增 张之白等 这对北宋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娥还下了一个约束弟子诏 让大臣百官们带头约束自己的子女亲朋 遵纪守法 她是北宋一朝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 在她执政期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太后垂帘听政的制度 也为北宋后来垂帘听政的太后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更是为仁宗盛世垫打好了基础 直到公元1033年 刘娥染病逝世 享年64岁 就此退出了人生舞台 事后 张献名宿皇后 刘娥这一生 从歌女到太后不可谓不传奇 与吕后 武后一样 她们都是历史上聪明能干 胸中有秋贺的奇女子 后人对刘娥本人的评价也都是相当高的 比如司马光就认为 刘娥是赵氏的大功臣 大诗人苏氏也觉得 宋代兴盛七十余年 都是因为刘皇后的治理有方 诗人评价刘娥 有吕武之才 无吕武之恶 换成现代语言表达 就是一位女性掌权者完全上位后 利用自己的管理智慧 把一个国家治理的妥妥的 这个从贫贱一路逆袭到权倾天下的女性 真的是不容易 也不简单 提到刘娥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评论区里聊聊吧 我们下期见